聽說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 一種人是在大戶存不到50萬的人 另外一種是在大戶存了超過50萬的人 哇 各位小猜曾經過得還好嗎 包括夢這個引言呢 是要跟大家聊聊今天市場上最新最重要的消息 就是永豐大戶的權益呢 終於做更新了 但它到底做了怎樣的更新 對於你有沒有影響 最主要就是分兩個層面嘛 第一個層面就是你如果存不到50萬的人 那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如果存超過50萬的人 你要怎麼辦 除了你50萬到100萬沒有什麼影響之外 100萬以上的人你的錢又該怎麼辦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 也就是2020年下半年 永豐大戶數位帳戶的權益更新 那你又應該怎麼去應對這件事情呢 接著往下看 好 那因為這次是我們的Vlog的單元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的製作這個所謂的PowerPoint 不過呢我們還是有一些東西可以跟大家聊聊 比如說 它這個權益公告的部分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它這邊寫到 活動是從9月1號到12月31號 也就是說它是我們第四季 就是下半年的部分 那 基本上它的信用卡刷卡權益是沒有變更的 一樣都是有最高8% 那麼一般消費也是有3% 好這部分是沒有改變的 那麼在 擴航提款轉賬的部分 一樣也是有16次 每月的這個 這個使用的 這個額度 還不錯 那麼50萬以內 好 一樣有1.1%的高利貨儲 這個也沒有變差 它唯一有 更動的是100萬到200萬的這個部分 有原本的這個0.45然後把它變成這個所謂的 按照牌稿 那我之前有查一下牌稿好像是0.03%吧 就蠻低的 所以 這個 超過100萬元以上的話呢它會按照牌稿來計價的部分 所以這個大戶的優惠匯率這邊可以看 50萬以內一樣依然享有1.1% 對於市場上 所有的收費賬物來講的話這的確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尤其是他們又有一些很好用的APP之類的 其實對於你來講的話其實 你已經習慣了它這個整個 所謂的金融生態圈 你暫時是比較不會想要去離開的啦 好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就是它的這個 文章 我稍微有更新了一下我寫的文章 所以你在這邊也可以看到就是 相關的這個情況這樣子 我有一點點慢喔 等一下下 好 有了 這個是我之前寫的這個大戶的 數位賬戶的介紹文 那麼在這裡面呢 我就有稍微把這個整個狀況更新上去 就是你可以點官方公告 那麼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 整個完整的條文的部分 甚至如果你是大戶的這個用戶的話呢 你其實在昨天也有收到他們官方寫的 那個Email的公告 其實都已經 在整個網路上面做公告了 所以你一定查得到 那只是說 你要去思考的是 我一開始引言講的 你到底是存了多少錢在大戶 這次大戶的權益變更 會影響的是有存超過100萬以上的人 好 所以50萬以上的人跟50萬以內的人 其實來做一個切點的部分 就會有一個明顯的差距了 希望大家能夠以50萬為目標來做存錢 如果你沒有存到的部分繼續努力 但是如果存超過的部分 你就要特別注意了 像寶可夢寫的這篇文章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也是昨天那個 趕忙的就是 跟大家分享這個 百萬元以上的資金 其實將會逃離永豐大戶 因為 永豐大戶在10月1號開始 你的100萬放上去 就只剩下這個所謂的排告的部分喔 那排告其實不太高 所以 你可以來看一下寶可夢寫的這篇文章 其實我有完整的 跟你解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子 好他這個每次 這個讀上去的有一點點慢 來看一下喔 好 這是我的finalpresspress上面的這個分析文喔 那 大戶的這個高利火儲天花板為什麼要調降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 最主要是因為 可能有太多太多的游離資金在帳上了 所以 他們銀行沒有辦法再去 靠這些錢來去賺更多的 例行給大家 所以 他才會選擇就是 把一些人趕跑 但我覺得他們也是蠻 不太聰明 因為其實這個100萬以上的資產 他們可以把它轉化成這所謂的 財富管理 不過他們沒有這樣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就蠻有趣的啦 你們可以看一下 當你的錢如果超過100萬以上的話 你應該要把錢放到什麼地方 這是我這篇文章要跟大家探討的 所以 你們往下看的話 你會看到 我這邊有寫到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說 如果你的錢 你真的不想要感冒太大的風險的話 那我建議你就是找其他的數位帳戶 並且把錢放在那邊 對於你來說的確是一個比較 簡單的做法 比如說 你可以搭配上癮的 iCloud 可以有50萬 1.2% 或者是 比如說遠銀 Banky 他有0.6% 對不起 0.6% 然後無上限 這個也是 很不錯的一個選擇 甚至還有一些比較小的 比如NuNu Bank 10萬 然後 第1銀行 iLEO 有12萬之類的 你可以稍微搭配一下 但是 他其實都還是有缺點的 因為 現在這些缺點 就是說 你的資金會可能不易管理 之類的 詳細的情形 你可以就是 登入會員來觀看這個完整的文章 那第2點的話 就是說 是不是 如果你可以承擔高一點點風險 是否可以考慮把一些錢 放到這個市場上面去 也許 年化報酬率8% 你的風險不用感冒太多 但是還是有機會 抵抗通膨 對 因為通膨對我們來講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的錢如果只放在銀行 1.1%的高利活儲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抵抗通膨的 因為我們的 台灣的通貨膨脹率大概是在2%左右 所以 如果你的 金錢每年所資深的利息 沒有超過這個數字的話 其實你的錢 這個購買力的部分 其實是越來越少的 所以我覺得 你們要特別去注意 你的錢 放在銀行不見得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因為 通貨膨脹會吃掉你這個 所謂的金錢的購買力 所以 我覺得如果你有越來越多錢的話 你真的要去特別注意 你的錢其實應該要放在 能夠讓你 抵抗通膨能夠產生更高利潤利息的地方 那 當然你就要 相對而言你就要負擔一些風險 畢竟 這個天下沒有班車午餐 你要看冒風險 你才有可能 再去賺到更高的這個所謂的 報酬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大家就是要再特別的 去注意一下 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 我想跟大家聊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大務數位賬戶 現在是一個 上車的好時機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篇文章 看一下 我這邊有寫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 可以讓大家 可以再上車 我們7到8月份的這個 MGM活動 這個跟官方一起合作的 這個推廣活動 其實 目前還在進行中 不好意思喔 他這個活動的話呢 是7月15號走到8月31號 昨天 從那個大務官方那邊的 後台數據 得知本團已經298人了 我相信過了 這個我們的這個所謂的 下半年權益更新之後 應該至少要多兩個 至少有300人上車了 距離我們8月31號的目標500人 可能還是有點距離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效果 成效已經算非常的好了 所以 我在這邊就正式宣佈 就是說我們除了180組新戶 可以拿到的 這個所謂的悠悠卡之外呢 另外的20組大戶的 這個防疫包也會直接抽出來 所以總共就是會有200個 跟團新戶都可以拿到 所以這個因為超過200人 目前有300人 所以就是用抽獎的方式 可能會有三分之一的拿不到 如果 你想上車的話呢 也麻煩你一定要 把握機會只剩下7天不到的時間 趕快上車 從我們下面資訊欄的連結 去點擊 並且上車 你就有機會可以入手了 如果你是舊戶的部分 你已經有放錢了 那也非常歡迎你來參加 我們的舊戶回報 我們的這個文章 這個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點下去看文章 裡面都有這所謂的回報連結 照著規則來截圖 並且回報就有機會可以抽到 我們 舊戶是20個 這個 我們的大戶的 這個悠遊卡 那麼 還有 5組的防疫包也要送大家 所以總共是25個 這個贈品 就是 只要有來回報的人 你都有機會可以取得 不限跟團 你只要有看到這個 我們的影片 而且想要來參加活動的 就是照著 活動規則走 我們就會把獎品 就是抽出來 好所以 也請大家就是要多多支持 那麼 我們在9月1號之後呢 我們的MGM活動就會暫時停止 好所以 這個大家特別注意喔 我們的MGM活動只走到8月31號 我們會以系統的 進鑑時間來做這個 最主要的 這個 依據判斷啦 所以 你也 不用 這是一般兩電影的事情 因為系統 寫了多少時間 就是多少時間 好所以 你們也要特別去注意 就是說 9月1號之後 你在上車 系統不會撈到你的資料 所以 你是絕對沒有跟團真抽獎資格的 好 所以 你如果有需要的話 請你一定要特別的 就是 注意時間 8月31號 兩次動動以前 一定要完成任務 完成開戶 如果再晚的話呢 就是 沒有了 9月份的話我們 跟大戶持續會有合作 但是我們的合作不是CTOPIA了 我們 會用另外一個推薦代碼 我們會走的是 其他的活動 那也在這邊跟大家小小的 劇透一下 9月份的話呢 其實目前我看應該有 三個 至少有三個 全新的贈品正在開發中 那麼9月 第1週 第2週先上線的 將會是 我跟CTW大大主持的這個 那個 理財 鏈銷消費 這是我們的 Pocket新節目 我們會優先贈送的是 大戶的相關贈品 這個是我們 MGM 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 開戶半壞 活動都沒有的 搶先獨家贈品 會在 我們的節目裡面 首先公開 首先贈送 所以 在9月份如果你要上車的話呢 也請你們優先來關注我們的平台 我們的Podcast新節目 理財 鏈消費 那麼你就有機會可以入手這個 很限量很新的商品 但是呢 到底是什麼商品 先融我賣個關子 到時候你來聽節目 你就知道了 除此之外呢 我們跟大戶的第2階段合作 應該會從9月的中下旬 才開始合作 所以中間會有一段空窗期 如果 你要 開戶把握機會 現在開 不然你就要等到 一個月後 再來參加活動了 那下一個月的活動 是什麼 小貓 我還不能講 因為他現在還沒定案 我還在等大戶那邊給我方案 我才能夠 跟大家做一個 明確的 宣達 所以在這之前的話呢 能講的我會講 不能講的 就沒有辦法講 因為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上一次 去跟大戶開會的時候 他們有給我看一些 他們打樣的贈品 真的非常的棒 完全超越我們 現在在贈送的東西 所以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衡量 到底現在上車 還是一個月後上車 不知道 但是呢 你自己判斷就好了 但是呢我相信 我們的活動會 非常非常的好玩 越來越有趣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 期待一下 好不好 這個是 很好玩的 那目前的話呢 其實大戶的中編證品 真的非常的多 但是他都是限量 而且獨家 就是在我們這邊 好 就是比如說像這種 很特別的正天套的 顏色什麼的 有機會可以拿到 但是我們都還在 規劃活動 也請大家要多多的 關注 這個包括夢的 粉絲頁 我們的 這個YouTube頻道 都有最新的消息 會跟大家做介紹 大戶他們也幾乎都是 以我為優先 第一時間在我這邊 披露相關的資訊 所以 你想要關注最新 最完整 最快速的 永豐大戶的 相關資訊的話呢 請你一定要 鎖定我的頻道 我這邊才會有 最新 最棒的消息 提供給你 好 如果你喜歡 今天的內容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 趕快來 就是 訂閱一下 然後小鈴鐺看起來 最新的大戶資訊 就會送到你家 也別忘了把這個 影片公開的分享 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 領略大戶 大戶的美好之處 不論是 這個所謂的只存不到50萬 還是存了超過50萬的人 你都應該來看一下 這支影片 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